第四届运动休闲产业展今天热闹开幕 本届活动以亲子为主题 场外还有脚踏车的亲子教学课程 展场内也多半以脚踏车为主 知名厂商还请来showgirl站台 用赠品及摸彩活动吸引人气 最优惠的行专就是每天中午12点钟 我们开放100位限量的名额 只要用1块钱就可以抽我们身后这台 价值1万元的美达最新2011年 除了脚踏车之外还有精水运动区和服饰区 展场中唯一展出独木舟的摊位 老板看好未来台湾水上休闲发展 特地北上参加展览加以推广 希望泛舟活动有朝一日跟脚踏车一样盛行 明年开始所有的口角都会有海洋教育的课程 独木舟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器材 有稳定性还有一种基本的教育 及一种玩乐的性质存在 运动休闲产业展惊喜一连四天 在台北世贸展出 亲子只要穿着符合当天主题的衣服 就可以免费换票入场 台湾情报苏玉文林慧珊采访报导